武神主宰 第5485章 幕后黑手 此刻,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都豁然看向史媚大帝 此海禁地,传闻曾经是名神与一尊来自宇宙海的顶级强者大战后所留 只是一直不曾被证实,如今眼前的一切却是让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豁然惊醒过来 传说中的这个传闻,竟是真的 否则如何解释,十相鬼祖,魔力,还有那空间镇住中,那小子身上隐约融合的阳间之气 这必然是他们,在死海禁地中,常年接触当年那位大能之后所留下 呼吱,呼吱 刹那间,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起来 本帝是幕后黑手,二位也太会脑补了吧 对面,十妹大帝则一脸愕然 不得不说,他现在有些猛 好啊 十妹,原来是你布置的这一切 十荒大帝突然怒吼出声 难怪本帝感知不到不死十老他们体内的印记之力,竟是被你屏蔽了 也对 论魅惑之术明界,哪个家伙还能比你强 能悄无声息屏蔽我等的印记感知 若是你倒的鬼,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十荒大帝顿时一副恍然模样 十妹大帝眨巴眨巴眼睛 虽然不死十老脑海中的印记,的确是被他屏蔽的 可是,说他是幕后黑手 他真的很无辜啊 大帝 这么说来,丽魔也是被十妹大帝用魅惑之术控制的了 属下明白了 十妹大帝控制丽魔的目的 就是为了潜入九名近空大阵的镇住所在 之所以不敢对我和判官鬼王动手 只是因为畏惧大帝的实力 不敢对您的印记动手 修罗道祖豁然惊醒 一切的一切 瞬间就连成了一条线 他说着,看了眼魔力 不由得赞叹 力魔还真是忠心 在十妹大帝这等强者的魅惑之术控制下 竟还能抵抗命令 宁死也不对自己出手 这样的忠义之事 在冥界几乎都快绝迹了 我是被控制的 远处 魔力愣愣看着突然出现的十妹大帝 又看着十殿炎帝等人 感受到修罗道祖的目光看来 突然扶至心灵 双手抱头 面容隐隐露出一丝痛苦挣扎之色 似乎还在艰难抵抗 对 自己是被控制的 自己其实忠心耿耿 只不过 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显然根本没关注到魔力 他们的目光 此刻俱是死死盯着十妹大帝 十妹 你别再掩饰了 以为能骗得了我等吗 说吧 那死海禁地中到底有什么 是否 有明神大人留下的东西 亦或者说 某个宇宙海强者 所留下的宝物 哼 两人奇迹上前 顿时恐怖的杀意冲天 形成了一道无尽可怕的风暴 在天地间疯狂席卷 明神 文言众人再度一惊 面露骇然 什么情况 死海禁地 竟是和传说中的明神有关吗 石荒大帝 也是身躯一阵 目光火热激动起来 二位 我不知你们说什么 石媚大帝轻笑 反正他也要为秦晨争取时间 拖延一下也没什么 不知道 石媚大帝 别再狡辩了 在本地面前 你觉得狡辩还有意义吗 石殿炎帝目光一闪 话音落下 他身形一晃 骤然化作一道残影消失 哼 下一刻 石殿炎帝身形疏地出现在了 石媚大帝身前 对着他 便是狠狠抓射而来 然而 他的手掌还没抓住石媚大帝 突然另一道身影出现 一拳轰向石殿炎帝 石殿炎帝一惊 急忙出手反击 就听轰的一声 两道攻击瞬间碰撞在一起 顿时形成了恐怖的冲击 剧烈的轰鸣中 两人齐齐暴 退开上万丈 旋即背后虚空直接崩灭坍塌 形成两道恐怖的黑洞 而那后来出现的身影身影 挡住石殿炎帝的一拳之后 几乎没有犹豫 身形一晃 当即一掌朝着石媚大帝抓来 五月 你做什么 石殿炎帝稳住身形 当即怒喝出声 那先前出手之人 竟是五月明帝 石殿 这石媚大帝 乃是我的 五月明帝冷笑一声 五指激张 暴射出道道通天神洪 那巨大的手掌之间 宛若能容纳山川和月 形成一道恐怖的漩涡 直接覆盖住了石媚大帝的身躯 要将他纳入这一方空间之中 哼 想从本帝手中 夺走石媚大帝 休想 石殿炎帝怒喝出声 轰的一声 他身形骤然化作漫天灰雾消失 紧接着漫天黑雾渗透虚空 无孔不入 寝客之间 就出现在了五月明帝的手掌之前 凝聚成形 对着五月明帝的大手 便是一拳轰出 轰 浩瀚的权威化作一道死亡炼狱长河 长河之中 有无尽鬼气声腾 一道道鬼哭神嚎之声响起 浩瀚死亡长河 与五月明帝的大手空间 轰然碰撞 轰隆 两股恐怖力量彼此碰撞 惊人的冲击波席卷开来 众人在冲击波下 身形疯狂暴退 不少人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不 有人停下身形 顿时发现自己的身体 竟是被一道道死气笼罩 他惊恐地低下头 就看到自己的肉身 竟是在那死气之下 一点点腐蚀开来 任凭如何催动本源 都无法阻止死气的入侵 最终在七历地惨叫中 化为灰飞烟灭 当场魂飞魄散 十殿 你敢阻我 五月明帝稳住身形 目光阴沉 暴射寒光 怎么 只准你对我出手 就不准我还手 十殿炎帝冷然说道 哄 两大虚影对峙虚空 彼此之间形成了一道恐怖的气机碰撞 引动无形的磁场 好 既然你硬要动手 就别怪本帝不客气 杀 十殿炎帝怒喝出声 骤然之间 身形化作漫天残影 直扑五月明帝 哼 就凭你 五月明帝也是冷笑 他的周身有重重山岳弥漫 整个人宛若一尊太古神王 跨步而出 一拳轰出 山崩地裂 哄 双方迅速战斗在一起 剧烈的冲击波令得所有人都变色 疯狂后退 什么情况 远远看着那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猛掉了 使妹大帝还没被擒拿呢 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搞什么鬼 空间神柱中 秦臣见状心中一动 这倒是个好机会 十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显然都已经把使妹大帝 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谁也不愿相让 趁此机会 秦臣迅速炼化其余镇主 七十一 七十二 一根根镇主 迅速落入秦臣掌控 轰轰轰 而外界 恐怖冲击不断席卷 煞时间 整个死海宛若末日来临 判官鬼王和修罗道祖等人 巨势变色 急忙后退 并且 那骇人的冲击 更是不断冲击在远处的 四项神魂大阵之前 令得整个大阵剧烈震战 上面震光闪烁 浮光流转 发出剧烈的嘎吱之声 轰 恐怖气息下 控制四项神魂大阵的十项鬼祖等人 身躯聚阵 一口鸣血当即喷出 神色为米 面露惊惊 四级大帝的实力太强了 仅仅是交手的余波 竟是差点将四项神魂大阵击溃 好机会 而趁此机会 被困大阵中的石荒大帝面露喜色 他急忙出手 漫天石器 沙士化作一道道太古明石 撞击向大阵 欲要脱身而出 内有石荒大帝疯狂出手 外有石殿 炎帝和五月明帝的出手余波 石像鬼祖四人 顿时控制不住大阵 摇摇欲坠起来 撤 石魂大帝见状 连皱眉低河 继续这么下去 石像鬼祖几人必死无疑 得到石魂大帝的命令 石像鬼祖几人 连收回四大准地至宝 轰的一声 当他们撤开大阵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冲击波已然袭来 将他们冲击得 宛若纸片一般倒飞出去 浑身伤痕累累 惊恐之中 石像鬼祖几人 急忙撤向后方 赶紧撤退 魔力也混在人群中 急忙后撤 哈哈 本帝终于脱困了 你们几个 统统都要死 失去了四项神魂大阵的束缚 石荒大帝投影 骤然冲天起 仰天长笑 他面目猙獰 死死盯着石像鬼祖几人 第一时间就对着几人怒杀而来 石荒 你来对付石妹 阻止他出手 就在这时 石荒大帝脑海之中 骤然响起了五月明帝 和石殿炎帝的声音 嗯 什么情况 石荒大帝心中一震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杀 一声爆喝 正厮杀着的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竟是齐齐怒吓一声 两人骤然停手 目光冷立 闪电般对着九名净空大阵中的秦晨 轰然抓射而去 哄 两道巨大手掌宛若天目 遮蔽天日 瞬间狠狠出现在了秦晨头顶 强势碾压下来 什么 退到远处的修罗道祖等人 顿时愣住了 包括魔力等人 也是骤然一惊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大人 不是正彼此厮杀吗 怎么突然就联手了 而且目标不是针对那使妹大帝 反而是大阵中的秦晨 怎么回事 哼 使妹 此人才是你逃脱的核心吧 因为只有 他掌控九名净空大阵 你才能真正逃脱 你出现只为保住他而已 真以为我等不知 石殿炎帝和五月明帝 面容争鸣 五月明帝和五月明帝 我真的需要弱子 我真的需要弱子 我真的需要弱子